中職總冠軍賽第二戰20後 在大巨大K打 中信兄弟對上同一時 面對聯盟三陣 順頭雙冠王盛騎士 中信兄弟首局就展現長城炮火 這一棒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拉得很高 林家瑋還在推還在推 這個球最後是跳起來出去了 岳振華敲出右外野 剛好過強的洋拳炮 幫助中信兄弟以1比0先持得點 不過同一時也不是省油的燈 二局上立刻展開反攻 潘傑凱 蘇智傑接連兩隻安打 林一拳雖然外野非球被揭殺 但也成功護送二壘跑者上三壘 猛失打線發威 連續四隻安打打回4分 統一時以4比1抽前 中信兄弟隨即反攻追到 謹慎一分之差落後 不過四五兩局統一 靠著短拳安打再拿下2分 其實蠻多的 我就這一棒打到中間方向 把三連上的陳傑線給送了回來 第七分入袋 七局上陳傑線掃出外野大空檔 的三壘安打 加上第四棒潘傑凱補刀 打下了第七分 第八局在潘傑凱的安打之後 得分證是達到十分 九局下 佟醫師更換投手 陳雲文登板送出三上三下 中場佟醫師以10比3獲勝 搬成一勝一敗平手 也終止兄弟相在台灣大賽的跨季 九連勝 三卻只有張士涵太不保託